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首相的一些案例 首先看财运呢,主要是看财工 像这个首长的财工都有一些偏塌陷 像这种财工塌陷 那么不够饱满丰润都是没有大财 没有大财可得 那么不要盲目进行投资 否则会破财 掌心凹陷聚财 是说明可以守的财 但是不能开圆 节流可以的 得财就是比较困难 最起码是不会破一些大财 那么就是整个人的这个赚大钱没有 但是呢,他的小日子过得不错 会打理 就是掌心凹陷 但是财工呢,出现塌陷 这种情况 就容易出现这个 开圆不行 节流可以 就这个意思 那么还有看一下 这个如果是说一个人的天文上挑冲的指缝都寓意是在晋升上遇到一些阻碍 把握不好 属于这种好诗多魔的类型 好多天文的需要上调到浮工的位置 也就是这条 这样上调 在中指这里 不要太长 长过这个 冲了这个持指跟中指指缝就不好 那么这个上调这浮工呢 那么财工 再加上财工饱满 还有这个纹路护卫的话 命里财运是非常的旺 而且还比较稳定 这个小指的形态不佳 小指 小指呢 代表子女缘分比较弱 如果出现这种弯曲 弯曲 骨形不正 就是将来子女运势不好 家庭运势容易走下坡度 所以说 从小要把文化和一些为人处事的一些教育方面的东西抓好 天文上调到浮工是利于晋升运势的 像这个上调的位置是刚刚好 没有冲尺缝 利于晋升 财工饱满运势望 还有这个纹路护卫啊 是望而稳定啊 我们看这个啊 手上当中呢 这个是天文人文交合 是不利于情缘的这种标记 两个纹路如果是交合形成这种棺材纹 就障碍了 就是容易犯情伤啊 女人右手是看后期的运势 所以说姻缘问题是在中年的啊 右手代表自己这个问题导致 因为自己的问题导致婚姻的出现破裂啊 这有可能是40岁的时候 这个右手是看后运吧 那么如果是说天文非常平直 通贯整个拳掌啊 已经是类似于天文类型的断掌 天文是副事业线 天文不佳 初期必有波折起伏啊 事业财运是艰难如意啊 右手天文也是有断掌 人文太长啊 这个女人右手看命啊 40岁之后的运势说明了 中年之后啊 事业有大的波折起伏 这类的门路呢 还是早点出去闯荡闯荡 磨练自己 才可以早日得运啊 情线受伤 情缘 波折容易犯情伤啊 好了 有关这六种手向特点 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啊 那么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 方面的客户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